唉 谁呀 这么无聊 哎 站住啊 入册时间超过三分钟 卫生纸超过了三格 罚款五百 你自王爷扫院子显得吧 上厕所也要管 那谁呀 这是新台的行政主管王美丽 人家可是从大厂来的 从今天起 公司全面引用大厂管理制度 违反规定者 从中处理 这是上班啊 还是上行啊 你要是深圳的话 还怕影子鞋吗 记得交罚款啊 张晓月 手机电量低于百分之五十 有摸鱼嫌疑 罚款五百 陈磊 上班期间与家人闲聊超过二十个月 罚款五百 主管 我爸生病了 我是正常问候 那么呢 公司请你们是来工作的 不是摸鱼的 以后每天都要把手机上交 抽查聊天记录 你这不是七万人隐私吗 我还没找你呢 李小兰 擅自离开工位超过五分钟 罚款五百 我这日快到中秋了 给大家选员工福利去了 这日领导知道 哦 月集上报 再罚五百 还有你这订的什么呀 这是广州酒家的茶好月圆冰皮月饼 八十余年将新传承 推出的新款冰皮月饼 与朝银果茶相配 一盒四款口味呢 大家返回都不想吃传统月饼 今年千挑万选 终于买到了现在这款 创新口味的冰皮月饼 是挺好吃的 不过公司现在要开源节流 不能照顾到你们每个人的口味 这一次中秋的福利 我早就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 我给大家买了对面酒楼的打折券 你呀 一会给大家发发 这个呢 我就先拿走了 啊 他们家可是出了名的难吃 而且也太贵了 就是 就拿这种东西打扮我们 哎 马上 马上来 小蓝 那个中秋礼品 记得放我车里份 哎 好嘞 哎呀 老板 你找我 王经理 这次中秋员工的福利是你定的吗 哎呀 是呀 老板 我这次可是给公司省了一大笔过节费 别客气 都是我应该做的 谁让你乱省钱的 我这是送给未来岳父的 你这东西我能拿出手吗 你看我老婆给我脸上的 老板 我这也是为了公司好啊 我看你是为了自己 对面那家饭店是你表哥开的吧 你这库院啊 就拜托你 哎 表哥 咱们以后还是互帮互重嘛 员工的过节福利 你都想着吃回扣 点着大厂高层的帽子 来我们小公司作为作福 没人行 老板 你听我解释 自己临时吧 老板 这是给您岳父准备的 嗯 还是小蓝想的周到 主管这个位置 你先顶着吧 老板 拿着大厂制度可扣员工 为非过的 你活该